下午最近现场好点来看日前台中市商业会发生选举暴力事件 下午新的会长举行就任典礼 会中邀请台中市长胡志强 而整个典礼就宛如成为胡志强的参选大会 因为商业会所有的会员在现场要求胡志强表态 现场状况我们连线记者徐毅玲告诉大家 好 主播各位观众 经过上星期激烈的选举过后 选出来的台中市商业会的礼监事 下午呢由李市长林山下带领了 总共有28位的礼监事 来到了台中市府来拜会台中市长胡志强 不过呢就在拜会的过程当中 这些礼监事突然来了这么一招 就是准备了海报以及联署书 要拱胡志强参选升格后的直辖市长 现场宛如一场小型的造势会场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形 来来来来来来 全盛追击来来来来来 谢谢大家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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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他没有去台北 没有去台北 没有去台北 真的 对啊 好吗 真的 不管怎么样留在台中 就是一定要留在台中 好 好不好 好 现场你可以听到呢胡志强承诺了 他绝对不会北上 那么给现场的李建事打了一记强心针 那么至于呢台中市长胡志强到底要不要参选 升格后的直辖市市长 胡志强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亲口来宣布 不过呢这些新上任的李建事看起来很心急 要立拱胡志强来参选 那么今天呢胡志强的答案只给了一半 他说确定不会北上一定会留在台中 至于呢要不要参选他的压力越来越大 意志也越来越动摇了 还说需要时间来好好考虑一下 以上就是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到底要不要选胡志强 今天并没有说明 不过呢他只是强调了要选一定会留在台中 绝对不会上台北 这是来自台中下午的最新消息